現在的電影很會講故事 講故事的方法也在進步 對 跟畫畫一樣 所以我養分從那邊來了不少 還有在講... 看了金剛精 那時候看了金剛精 在講無相 無相不是在講抽象畫嗎 怎麼又是一樣 現代跟抽象畫大概開始了 從歐洲那邊 大概一、兩百年前的事情 而且因為那個老祖宗 金剛精 那時候講的清清楚無相 我就覺得其中必有緣故 一直這樣 所以到現在我已經發展... 因為年紀大了 我已經發展大作 我畫畫全部用金剛精 這個精文裡面的那些邏輯在畫 那我就是給他一個... 我在看精書都在... 藝用精書 藝術用的精書 是 藝術用的 蠻有收穫的 像我... 我都是在畫抽象畫 畫起來抽象畫 原來不斷... 也不看東西 也不完成抽象 我可以一直畫一千張 五百張一千張一直畫 怎麼...這個來源哪裡啊 原來是... 清文他幫助我這樣 我能從這邊體會到一些邏輯 是 五十歲左右吧 五十歲 以前做了工作 該輪到為自己而作嘛 所以有一開竅 突然間五歲的時候 開竅 我應該把所有東西丟得為自己而活 因為像... 有一些東西在裡面衝撞 一直要出來 你沒有讓它出來很難過啊 所以... 不要再賺錢了 做... 轉換一下 所以說一個舞叫起來 就決定了 就改變醫師 就改變醫師 下半場開始 對 精采